这里是美北湖景区的西门 挖掘机严阵一带,还没有开工 秦贝阳宫 这里就是曾经秦始皇囚禁亲生母亲的地方 贝阳宫始建于秦惠文王 也就是芈月的老公 他的父亲是实行商鞅变法的秦孝公 商鞅变法之后国力增强 秦惠文王就开始称王了 也就是秦国的第一代秦王 在他之前都称秦宫 这个基座上面以前有像狮子的石刻 门前一边一个,那个叫白泽 是国家二级保护文物 白泽是一种古代神兽,能够辟邪驱魔 听说这个地方要拆迁 是被文管所拉走保护起来了 这是从网上找的照片 去里边看看 里边锁着呢 这个门还这边还进不去 刚才问了一个大哥 说是从旁边的存委会门口进去 里边就是背头村的存委会 秦王嬴政的母亲叫赵姬 为什么要囚禁他呢 这得从嬴政的父亲秦庄宪王说起 这个庄宪王是在吕不韦的帮助下当上秦王的 嬴政的母亲赵姬原本是吕不韦的妾 是被嬴政的父亲要过来才生的嬴政 庄宪王在位三年就去世了 那一年嬴政是13岁 就开始继承王位 庄宪王一去世 吕不韦又和赵姬恢复了以前的关系 随着嬴政的年龄越来越大 吕不韦害怕事情败露 于是就找了个叫廖矮的人假扮太监 替自己做赵姬的男宠 这个赵姬非常宠信他 还封他为长信侯 给他生了两个孩子 没有不透风的墙 母亲和廖矮的事传到了嬴政的耳朵里 这廖矮文风先下手为墙 盗用太后玉玺调兵攻击秦王嬴政所居的齐年殿 结果大败被车裂处死 就是因为这个事件 秦王嬴政才囚禁了自己的母亲 这是贝安宫的前院 后院现在是村委会办公的地方 这个院子也是挺小的 秦国继承了西州的人孝礼制 以孝治天下 秦王囚禁自己的亲生母亲 是大逆不道 所以群臣们就冒死劝谏秦王 把自己的母亲放出来 结果有27位大臣先后被斩首示众 一直到第28个叫毛娇的人 一席话打动了秦王 他说连自己的亲生母亲都容不下 怎么能胸怀百姓一统天下呢 这个秦王嬴政这才亲自去贝安宫 接母亲回咸阳 秦朝时修建的贝安宫 在西汉时已经毁于战火 现在的房子听村民说是民国时候修建的 以前做过贝德村小学校舍 现在村委会在里边办公 这里也是美贝湖景区的范围内 希望不要拆掉能够保留下来